大家好 我是Trisha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2020年12月10日 艾克馬亞叛列土瘋狂 星期五凌晨 歐霸杯分組賽最後一輪展開連場激戰 其中身處F組的艾克馬亞 將作客挑戰列積卡 列積卡在頭五輪分組賽只值得一分 每輪已經成為例行公事 反觀艾克馬亞只需三分就可以確保出線 想贏的慾望很強 艾克馬亞很有機會會願望成真 列積卡在今屆歐霸杯分組賽完全是陪跑的角色 他們在頭四輪全數落敗 一早就是以志在參與 回顧列積卡近年來在歐霸杯的表現 自0910賽季至今 多數在外圍賽期間明落孫山 製身分組賽計上今屆只得四次 只可惜全部都沒有辦法更進一步 列積卡在歐霸杯的競爭力本來就是非常有限 他們在今屆分組賽頭五戰只錄得一和四負 總共攻入四球但又失了11球 其中首循環作客挑戰艾克馬亞 就遭遇過一比四的慘敗 在分組賽出現無望下 列積卡早就將重心帶回聯賽裏 近三輪聯賽取得兩勝一和的戰績 總算是找回一些安慰的 艾克馬亞上輪可夾 在上半場首開紀錄的情況下 換邊後風雲突變 前後有兩名球員染紅離場 而且還被高寧根連入兩球逆轉 導致前五將各項賽事取得三勝兩和的勢頭被終結 在歐巴杯分組賽上 艾克馬亞目前手握8分排名F組第三位 而作為主力攻擊手 古普美拿斯、艾伯古蒙神和謝斯帕卡爾神三人 在分組賽全部都取得入球 只要他們在末倫幫助艾克馬亞取得勝利 便能順利晉級 而不用再看同組另一場生死戰的結果 即是本輪打和了列積卡 只要拿波利取勝 艾克馬亞依然能獲得晉級的資格 況且頭四輪分組賽全輸的列積卡 早已是投降 球員已無心戀戰 可以說F組出線的形勢 是艾克馬亞最為理想的 M直播在手 隨時看球賽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還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分享給朋友們 我們在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